邀招食品買買買台灣人最愛到日本Shopping 不過一連三天新增24名境外移入 日本旅遊疫情也提升到三級警告 非必要不得去 同時也頒布民資固犯條款 這種非必要的前往 那才會落到我們這樣的一個 所謂民資固犯的這樣的一個範圍來 那當然要根據它各種情節的不同 加徵費用會是情況那個強弱度 那公布姓名也會根據它違反的程度 跟防疫的需要這樣的做相關的考量 民資固犯條款除了會對出國者加徵費用 公布姓名之外 接受隔離以及檢疫都沒有補償 其中日本最夯的連線代購 如果在頒布後還前往代購 也適用民資固犯條款 指揮中心標示是必要性手段 基本上公布姓名這樣的一個手段 我們是非常不想要 就是說非常謹慎的來使用 確診就是說它就會造成我們 整個不管是疫調或社會的負擔 或增加我們傳染的風險 所以我剛才講的就是因為 它會增加傳染的風險 這樣的一個條件的前提裡面 那我們才會考慮公布它的姓名 不過指揮中心說要怎麼判定 民資固犯目前還在跟各單位演繹 不過相關規定都已經在流程中 近期就會公告規廢和規範 隨著疫情升級加上境外一路確診暴增 指揮中心也宣布亞洲 歐洲國家都列為三級警告 共有93國加上港澳 巴勒斯坦三地區 以及美國三州 都是列為第三級警告區域 民眾如果非必要性到這些國家旅遊 未來恐怕不但沒有補償金 若是確診還會公告姓名 甚至還得自行負擔貴費 記得綜合報導 一開始 我們在這裏 都在給我們 這裏 我們在這裏